创世纪第十四章 当安拉菲做士拿王 亚略做以拉萨王 击达老马做以兰王 提达做歌音王的时候 他们都攻打索多玛王比拉 俄摩拉王比沙 亚马王士纳 西扁王善一别 和比拉王 比拉就是索尔 这五王都在西定谷会合 西定谷就是沿海 他们已经侍奉基大老马十二年 到十三年就被判了 十四年 基大老马和同盟的王 都来在亚特律加宁 杀败了利法因人 在哈迈杀败了苏西人 在沙威西列亭杀败了以米人 在和利人的西尔山杀败了和利人 一直杀到靠近旷野的伊勒巴兰 他们回到安米巴 就是加蒂斯 杀败了亚马利全地的人 以及住在哈西逊塔玛的亚摩利人 于是索多玛王 俄摩拉王 亚马王 西扁王 和比拉王都出来 在西定谷摆阵 与他们交战 就是与以兰王基大老马 戈隐王提达 士拿王安拉菲 以拉萨王亚略交战 乃是四王与五王交战 西定谷有许多石器坑 索多玛王和俄摩拉王逃跑 有吊在坑里的 其余的人都往山上逃跑 四王就把索多玛和俄摩拉 所有的财物 并一切的粮食都掳掠去了 又把亚伯兰的侄儿罗德 和罗德的财物掳掠去了 当时 罗德正住在索多玛 有一个逃出来的人 告诉西伯来人亚伯兰 亚伯兰正住在亚摩利人 曼利的橡树那里 曼利和以什格 并亚乃都是弟兄 曾与亚伯兰联盟 亚伯兰听见他侄儿被掳去 就率领他家里生养的 精炼壮丁三百一十八人 直追到弹 便在夜间 自己同仆人分队杀败敌人 又追到大马瑟左边的河靶 将被掳掠的一切财物夺回来 连他侄儿罗德和他的财物 以及妇女 人民 也都夺回来 亚伯兰杀败击打老马 和与他同盟的王回来的时候 索多玛王出来 在沙威谷迎接他 沙威谷就是王谷 又有撒冷王麦基西德 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 他是至高神的祭司 他为亚伯兰祝福 说 愿天地的主 至高的神 赐福于亚伯兰 至高的神 把敌人交在你手里 是应当称颂的 亚伯兰就把所得的 拿出十分之一来 给麦基西德 索多玛王对亚伯兰说 你把人口给我 财物 你自己拿去吧 亚伯兰对索多玛王说 我已经向天地的主 至高的神 耶和华启示 凡是你的东西 就是一根线 一根鞋带 我都不拿 免得你说 我使亚伯兰富足 只有仆人所吃的 并与我同情的亚乃 以十个 万利所应得的份 可以任凭他们拿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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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